當參與和平集會開了被判監4-10個月,法庭與惡激距離又拉近了一步。 黃之鋒等4人去年參與六四維園竹江晚會, 借因為晚會未經警方的批准,上個星期被區域法院法官陳廣辭判處重刑。 4人入獄,由4-10個月不等,陳廣辭法官眼中的法治看來就等同守法, 不守法就要依法嚴懲,不要說什麼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的憲政保障, 這些都會只是簡化為沒有實質的說話,即是說集會和遊行權利並非絕對,這些權利都有限制。 其實被告全部都認罪,根本無需要以這些空洞的說話去教訓人, 倒不如清清楚楚解釋判刑的理據。 但既然扯到憲政問題,就應該認真處理。 這個問題就是說,六四維園和平集會即使不獲警方批准, 那為什麼已經抵觸了集會權利的界線呢? 而第二,和平集會又如何帶來公共秩序,即是公共衛生的威脅? 這個包括真實的威脅,即是潛著的威脅呢? 單是說,權利都有限制,這個千真萬確。 但如果是無阻解答這兩個問題,這樣說,不耐是說廢話。 陳法官沒有興趣討論憲政的保障,不等於他沒有上法。 他認為當晚集會有兩萬人,明免是阻塞交通,並且帶來公共衛生的危機。 法官應該知道六四維園舉辦超過三十年,過去維園的人數曾經高達二十萬。 在警方悉心安排之下,從未聽聞人車爭路, 為什麼這次只有兩萬人,他就對警方失去信心呢? 如果說公共衛生危機,請拿出證據出來。 這次維會,究竟為疫情增添了多少確診的個案? 沒有的話,就有重傷之業。事實是,當晚的集會既不造成交通阻塞, 亦都沒有人因此確診疫症,正好說明公共集會和公共秩序和衛生是可以並存。 這樣,違法的就不是集會的人,反而禁止和處罰他們的就是違法。 即使撇開應不應該集會,法官對判刑的考量也未免莫名其妙。 辯方大律師求情的時候,指四人都做足防疫的措施。 法官就批評他們,不能夠因此被告罪責。 更加指四人招搖,在社交媒體發佈合照, 來顯示他們擁有更多的自由。 這樣說就真是奇怪了。被告求情是為了減刑, 法官的反應就十分跳脫,看成是求脫罪。 亦都因為這樣,對這個求情的原因是置諸不利。 再者,四人發佈集會的圖片,不來是說他們是不怕犯金, 深信和平集會無罪,亦都願意承擔責任。 他們比其他人多的,不是自由,而是被追究的機會。 四人求情的時候亦都表示,並無意鼓勵其他人參與當晚的集會。 法官不為所動,反之他們另有政治目的,就是在社交媒體宣傳自己。 不減刑都算了,但令人廢解的是,沒有案底的初犯者, 一旦參加不獲警方容許的和平集會,既沒有破壞公共秩序,阻塞交通, 亦都沒有傳染病毒加重疫情。 他的目的亦都不外表達政治意念,沒有煽動暴力行動, 亦都沒有鼓勵他人參加。 為何量刑的起點是六個月那麼多呢? 唯一解釋,是法官認為和平集會的人, 是給了一些暴徒有利用的機會煽動其他人, 以暴力去破壞公共秩序。 不過看回當晚,集會是風平浪靜,沒有暴徒也沒有破壞。 法官的判斷可以說,完全是脫離現實。 維園雅伯隨便說,可以說是代表言論自由。 但法官單憑主觀想像去判刑就非同小可。 甚至可以說,這樣做是和莫須有什麼分別呢? 如果說只是風險評估,但也必須按照客觀事實作出推斷。 但法官的三點根據,一,就是2019年以來政治局勢動盪。 二,就是不法分子會趁機煽惑他人犯法。 三,就是綠社這一日風險特別高。 但這三點都是無法得出集會風險高到無法控制這個結論。 首先,綠社集會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,每年都是這樣。 毫不敏感,過去三十多年,從未發生暴力衝突。 法官的過濾,如果是沒有事實根據,就只能出於偏見。 其次,法官擔心非法分子趁機搞事。 但罪責是在那些非法分子身上,應該交給警方去對付這些破壞分子, 保護和平集會人士。 這是政府維護人權的法定義務。 總不能斬腳趾、避沙寵,犧牲和平集會。 三,就是政治動盪未停。 法官就更加需要堅守法治的立場,尊重市民通過和平活動去表達意見的權利。 而保持民意表達渠道暢通無阻,也有助緩和緊張的局面。 相反,法官和政府不謀而合,將意見都掃在地毯底之下, 其實是在埋藏政治的矛盾,對解決問題是於事無補。 好,有這樣的法官,有這樣的表現,毫不尊重, 更加不要說是保障和平集會的憲政權利。 只會令人懷疑法庭的角色, 是否可以彰顯公義,還是替人行惡的工具呢? 我是杜耀明這次的評論到此為止,下次再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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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